農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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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我在很努力的修中國現代史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一件讓我 就是怪怪的事情 以前在說怪怪的 我怎麼記得 同門會在民國建立以後 已經不是革命組織 已經不是革命組織 同盟會的領導人包括改靖城國民黨領導人 孫中山是掛名的啊 他也不是真正的領導人 聽講中央領導人是宋教人 孫中山是代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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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個已經不是革命組織的同盟會 後來又不存在的同盟會 怎麼會派一個人叫羅乎欣來我們台灣 老實說建立同盟會的婚會 雖然有領導我們台灣人 脫了日本的統治 他們怎麼盧黨、盧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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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建國這件事件 對台灣來講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跟他很緊在於 我們靈邦、華人這件事件 包括報紙、報檔 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但你說 台灣人 因此就什麼什麼 驚向祖國 你說祖國就怎麼樣解放台灣 這跟台灣史的歷史是 脈絡不相符的 我還記得 我記得 我記憶通常沒有很好 所以我記得應該都是 還算大事情 我記得那個 梁啟超跟林建堂 跟林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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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後來 又第二個人叫做 戴祭堂 戴船賢 因為他每天都跟我在一起 以後 散敗的地方 就叫祭堂樓 那戴祭堂也跟 也講得跟 梁啟超一樣的話 那戴祭堂不是聽說是革命援導嗎 為什麼革命援導講的話 跟羅無心講的都不一樣 所以我越讀就覺得 越習慣 所以我覺得說 這件事情 也是我們順便要釐清的 因為李老師 林教授講的 是說 很清楚 當時這次發生了 台灣沒有關係 那後來 中華民國跟台灣後來 到底有沒有關係 有啦 有啦 中華民國建國以後 後來在台北設立一個 駐台北的總理事館 在台灣有的人 因為 非常少數的人 是屬於華強 有啦 有華強 就要整個 中華民國 駐台北總理事館 讓他保護他的僑民 後來在武武現場的時候 他定了一條 在台灣英選 那個什麼 僑選代表一名 那不可能 不是台灣很富翁的 的民 說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 華強 所以說起來 就說 關係 好像有一點點 不過是 外國關係 從這個角度來看 關鍵來說 中華民國政府 當然很清楚的了解 台灣 不是他的領土 其實哪會了解 孫中正常不了解嗎 孫中正從搞革命以來 一天打算 等待日本 帝國主義者的支持 到1912年民國 所謂中華民國建國 一天看 人們跟日本簽了什麼約 哪有什麼好處 對不起 那個約 因為噴酒都被人家公布 所以現在大家看 你懷疑 是不是真的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條約 比較起來 比你們讀過了21條 還要刺激 所以這是 這是 這是 我們不僅不知道 那 台灣史 我們在中華民國建國來的歷史 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們就 忽然間 跟他們有了共同歷史記憶 跟他們說 是台灣對的 不是很共同 所以這個事情 就變成 影響到台灣人的思維 那我想 趁著這樣的一個機緣 我們來思考 中華民國的建國署 那如果能夠 一方面在歷史的事實上 還原歷史的真相 那就解構了過去來那一種 所謂國民黨為中心的歷史觀 那這解構的過程中 台灣的人民 也能夠自己 能夠脫離過去的論述 來建立起我們自己的主體的意思 按那 跟本會的宗旨 就密切就可以了 我想台稿的反正不可以這樣說 就這樣說 有說過 有說 中華民國的宗旨是 孫文在海外 那當時不是國民黨來主持的 所以武昌起義 那是這個 軍隊在叛勉 叛勉發生的 所以完世開做總統 是中華民國第一年總統 所以第一年總統不是孫文 所以今天來看的是 中華民國的宗旨和國民黨 中華民國的宗旨和國民黨 沒有直接關係 那來看的是 一九一二年 中華民國的宗旨是日本 已經統治台灣 所以台灣人 那當時反對日本 不像中國有什麼關聯 那當時台灣人 沒有中國民族主義的議席 因為中國民族主義 中國這個概念 都是中華民國的議員 慢慢來做成 那台灣議員是 屬於台灣日本的統領 所以他這樣說來 說到最後的時 我們應該要去除 國民黨的歷史改正 國民黨的司官 我們可以拜託時 建議台灣的支替的論述 讓我們了解中國 了解台灣 我想我們四位都說過了 希望是不是開放 大家 今天在座很多 今天天氣很冷 大家很支持 很感謝 是不是在座各位 有人來補充一下